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历克斯表示在新冠疫情期间 他不时会发现路上有钉磁和金属碎片 导致车子爆胎 于是他开始寻找解决方案 并DIY这辆吸铁拖车 磁铁人自称在两个月内 骑车840公里 一共吸到约186公斤的各式金属垃圾 而这些收集到的金属垃圾 也全部捐给了当地的一位废品艺术家 磁铁人表示自从IG开通后 他也常常po出影片 传递自己的理念 就是希望粉丝们身体力行 能够跟他一样回馈社区 保障路人的安全 华视新闻理新梁硕文报导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